记者杨乔启 综合报道 孙安佐回台后认真经营YouTube频道 借助健身 动漫题材 聚集一批同好 瞬间成为网络红人 除了她本人受关注之外 先前曾一起合照曝光的表姐爱丽儿也颇受网友欢迎 还被昵称国民表姐 近日她在找来表姐一起开箱玩具 结果网友全歪楼要开箱表姐 孙安佐表姐爆料之前 孙安佐常常耳朵没打开 突然说一些很无厘头的话 图 翻设自YouTube 孙安佐日前找来表姐一起开箱玩具 组装过 城中她被表姐和左边爆料 能听到我们讲话已经是很欣慰的一件事了 过去她常常在耳朵听不见别人说话 过几秒才会突然回 哈 你刚刚说什么 你说你要变终极大 魔王吗 或是突然问 爱你会不会开心的时候 突然后空翻 屋里头发问让人摸不住头绪 爱丽儿和敌音长相颇为神似 图 翻设自Ig 不过比起开箱玩具 网友对国民表姐爱丽儿的兴趣更大 纷纷留言歪楼 其实整集重点是开箱表姐 还要表姐Instagram 事实上 先前表姐Ig就曾曝光过 她大方公开分享生活美照 也曾贴出与敌音的合照 两人大眼微笑模样颇为相像 影片取自YouTube 如遭删除请见谅